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幅亦是放缓的情况 看到图中黄色线表达平均月租 虽然看到慢慢跌下来 便宜了些少 但租金的增长向上 意思是跌幅慢慢收窄 可否和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1月为止 以至去年的情况 算不算是缓和了 其实是对的 你说得对的 过去那几个月 我们看到租金是在收窄 之前如果去年年中 跌幅很厉害的时候 大概2-3% 每个月跌 其实你看到图 都看到大概0.1% 0.6% 这些去调整 我们都预计未来这几个月 都大致上会是这样的 因为最主要我们看到去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公司 很多企业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也都看到市场继续会下调 所以很多决定都未必即时可以做到 但是过去这几个月 尤其是2021年 我们都看到一些公司都会积极了去考虑他们的社子力 尤其是都会向好一点的方面去想 至少在规划上 他们都预计可能 今年年底疫情相对会缓和一点 如果租金当时跌幅比较重一点的时候 都要数到去年的4月 当时的按月变动 跌幅是去到3.3% 现在就上去到去年1月 差不多是一年前的税位 是否真的完全可以说是走出低谷的情况 现在是否都潮向一个复苏 我想暂时不是说一个复苏 我想尤其是上半年 我们看调整都会主力在上半年 今年来发生的 因为始终那个空置率都会是挺高的 其实整体的空置率 其实现在是9.3% 这个是2004年以来是最高的水平 所以你要消化了这些流面 其实都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看就算你说经济会很转 很多企业就算扩充去布局上进取一些 但我想未必那么快 会短期内可以吸纳那些空置单位 空置单位 现在还在来的隐忧方面都要观望着 你说到空置率的问题 我们都想细拆一下 国居的情况现在是怎样 你就说到整体应该甲级写字流 空置率上到9.3% 当中大家讲写字流 一定要提到中环方面 它就由前一个月是7.3% 轻轻升幅到空置率 现在上个月有7.5% 都是创了16年的新高 那空置率这个情况 是不是都对租金未来 会够成压力 和现在暂时看重灾区 和一些抗跌区分别在哪里 7.5% 如果你看中环是一个很高的位 我刚才说的整体去到9.3% 这个也是极高的水平 一般我们看大概是4-5% 会是一些健康一些的level 所以你看到其实提到 去年的租金跌幅 如果你说重灾区一定是中环 因为跌了大概全年2020 都大概23.5% 这个比其他国区 那个跌幅相对是多些的 那你说抗跌力 就是相对跌得没那么多 其实可能就降到冬 那个跌幅是1.6% 那其实最主要 因为我们看到 那个租金的水平 有个多大的分别 如果你中环的平均租金 在说93元每一尺 那如果你说说到冬 其实大概48元 那其实你差不多一半的 便宜一半的 那我刚才都说 就是基本上见到 就算你很多的企业 他们想搬都会想减省成本 那一定是由一些贵的区 搬去一些相对便宜一些的区 那所以见到就说到冬 就相对都有那个需求在那 那中环始终 就是之前的平均租金 由百多元尺跌下来 所以那个basis比较高一点 那所以跌幅会是多一点的 那但是也都想见到提出 其他区未必说中环和广东 就是中环和其他区的 那个平均租金开始收窄 那这样东西又会令到 那是否应该都跌差不多足够呢 那些客人又未必说 如果你省少少的 又未必真的搬去另外一些区 所以可能最后 就是会有机会就见到 你说中环那些租客 就算他逐租的 可能其实他的租金都会 比他三年前或者两年前的租金便宜 就是换言之 就是可能中环的租金的跌势 最坏的时候可能已经是过去 和谨约的时候 现在多了一些空间 就是前段时间都回调了那么多 那你都说到 因为现在的现象 就有些轻微的分化 会不会关于企业 都逐渐在缩租租用楼面 甚至是搬来那个office 我们综合上个月一些缩楼面 和退租的一些消息 见到消息都指出 分别就是图表上见到 首先就是德银方面 就退租了西九龙ICC写志楼三楼 以及友邦都减了尖沙坠 港威大学的几个单位 由一个贵地方搬回去 便宜点的地区这个趋势 你觉得未来是否会继续有 还有会不会是一个有真无减的趋势 其实我们说由贵搬去便宜的地方 这个我们看到好事或者不好事都会发生 当然好事的时候租金的分别 我刚才说的差距更加大 不好事好像很多企业都会想 我退租一些楼面 减省一些下跌一些 或者它有几个写字楼的 把它整合在一起 亦都可以省到一些赤数 所以我们看 其实有贵的区搬去 相对便宜租金的区 这个趋势一定会持续的 还有我们也看到 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基建 譬如中环湾仔绕道 落成了 其实大大缩减了中环去 港岛东的距离 就是交通方便了 是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写字楼都在港岛东 其实去中环的基本上都很方便 所以我觉得亦都吸引到 看到过去的12、18个月 譬如有些会计师、律师楼 亦都由中环搬去港岛东 搬的动作都有 但当然市场应该比较常担心 搬离、迁走香港的公司 你又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增加的情况 还是有限 我想我们暂时看到 都是个别的公司 亦都不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因为始终香港都是一个 很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亦都留意到有个别 譬如资产管理、基金公司 或者做一些采购的公司 会说真的撤离香港 但他们的担忧是什么 为什麽会有这样的动作 其实看到他们都会搬去 譬如国内围住 其实很多年都是 你香港其实是一个好像跳板 可以入国内去做生意 但现在国内 我想始终都是相对成熟 亦都有个别公司 会这样考虑 不如直接在国内去行业 但这个亦都不是真的见到很多 亦都不是暂时有一个趋势 似乎应该是他们个别的行业 甚至企业因为业务调动 所以将公司迁出香港 甚至是搬回国内 刚才说了很多过去的数据 都想多问一下 未来的写字楼的空置率 因为现在看到都有一点逐级而上 未来的前景怎么看呢 会不会还上到哪些位置 应该差不多呢 还有未来都有不少写字楼 刚才说到可以招租的 以及一些顶租的楼面 都会回到市场 这个值不值得担心呢 其实是的 所以除了我说的空置率 去到9.3% 就是整体的空置率 其实如果你说计算顶租 或者未来我们已知 会退出来的楼面 其实最坏的情况 是可以去到12.6%的空置率 但是当然这个我们不会 预计会发生 这个是真的一尺都没租过 才会有机会发生 但是我们看始终都会有机会 会是继续向上 起码我想未来上半年 或者短期来都会是 就是那个空置率 都会是继续增加 还有我们都是看到 我们有个记录以来 那个顶租位的那尺数 那我们已经记录了 大概160万尺的顶租位 那这些就是租药未到期 但是他们又想找个顶租的客 去take up 了他们的list 其实都会对市场有压力 还有他们可能到最后 找不到顶租的客 他们的租药到期 其实这些都有机会回到市场 不过12.6% 这个是你们最红的预期 如果真的说正常化 应该都有人会回到楼面 你觉得比较上 合理一些可以接受的数字 会去到哪些水平 我想大概10点多 我想都会有机会是超过10% 整体的空置率 如果你说中环的 现在就7.5% 但我想整体都有机会去到8%以上 12.6%可能是最坏的预期 应该去到8%左右 同时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明天的财经焦点 会说些什么 疫情之下零售以及经济被受考验 加上迎来到数码法的趋势 户外的广告市有什么机遇和困难 明天我们请来雅士卫的林德兴和我们 谢谢盐先生和我们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收看 大家好 来到大行情报 会控公布了业绩 略有好市场的预期 加上恢复了派息 不过股价昨天就得微升 今天暂时就没什么看头 比较反反复复的 大行普遍都叫收货 大摩就出了份报告 认为量点就在于做到增长和派息之间的平衡 所以就微升它的目标价 将它的目标价43元 轻轻提高到46元 升了7%和继续维持持有的评级 问一下Rafi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王偉豪 和我们分析一下大行的看法 和未来的5号前景 Rafi 你好 你好 觉得今次的业绩叫做中规中矩 略为好预期 兼且一如大家预期派息 但当中会不会都找到一些量点 大行觉得都做得不错 在中间楼的平衡和不同意 当然都同意的 你说匯控的看法是比之前来说更乐观 始终业绩方面 一来像大家所说 其实看大数 比预期都是符合预期之余 其实部分指标比预期好一点 还有最主要派息 甚至派息方面的幅度 都去到15美线 都是之前预期的 range 和15美线的 range的一个上限 所以出来的结果 其实不是太差 始终银行业和经济的敏感度 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大家本身 如果对今年的经济看法 觉得比较反弹 但是乐观看法的话 理论上对汇控 对银行股的业绩方面看 都会有些好的推动 所以实际看法来计 是比之前为之乐观 所以那个看法上 比较正面一点 但是至于你说价格来计 这个就未必说 因为看得好 而股价会如何大升 因为似乎股价过去这几个月 其实累升幅度都不是少 所以我觉得暂时短线来说 可能只有这些位置 叫做拉拉脚强一点 是 大摩就说 那两点应该摆起了 第四季呢 规短线 如果计划撥备前的经营利润 27亿美元 都是比预期好 他就说大家要留意 为何比预期好呢 他说收入增长是强劲 撥备少了 虽然成本也有增加度 但竟然还抵消到 交出来那份的贵跡 是比预期好 所以他就将今年和明年 每股的盈利预测 都分别上调 分别上调6% 和上调都8% 即是他是看好 他最基本的业务 生意是会持续有好转 你有没有那么乐观 整体外的环境 配不配合呢 当然暂时来说 大家都觉得是配合的 因为始终以实际 你说譬如欧美来计 近期打了疫苗 很多人打疫苗之后 你见到确诊的数字 的确都明显回落 甚至你说 橫观整体环球来计 因为随着疫苗的进度 是比较理想 大家对下一步 可能逐步部分地区 一些解封 通关 都会持续发生的话 整个经济 是恢复上来的话 自然对它 那个盈利 那个恢复能力 都会有些帮助 还有我想 都要看完 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始终它都会加大 其他的一些 叫做地区的业务进展 所以自己觉得 如果加多些 譬如亚洲这边 更加本身 就是过去这几年的盈利 增长 能够来自这一边的话 自然对它实际的盈利 表现方面 都更加之有大的一个推动 所以看法上 某程度上 同意大摩所说 就看法上 比较乐观一点 但是大摩本身就说 两大催化劑 应该可以令到 业绩公布之后 股价又可以弹 谁知道一来市货不走 二来 市场暂时 就对汇控 没有什么反应 他今天最微跌1% 他说的两大催化劑 我已经看到了 就是重返亚洲的策略 他觉得 回到东南亚这一边 着重的业务多得起亚洲 未来可以大力地 带动增长 因为复苏比较快 还有可以吸引投资 另外人手价格 再精减 再省一点 另外他就估 虽然不会 说明昂贵贵派息 但他都估中期 有得先派22尾 明年派息比率 回到46% 两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催化劑 反而推不动股价 另外就是以往长渣 收息的人 是否见到柱光 我想为什么 有这样的憧憬 但推不动股价 因为刚才也说到 股价由去年 第三个月尾的低位 27.5% 其实升上近 昨天最高49.5% 大概升了五成 所以你说 现在还要看 因为当中发生的因素 都已经发生了 或者有些改革 业务上的变革出现 所以现在要看 我想就是看变革 完之后的结果 或者效果 但是虽然昨天业绩里面 有说 未来会加大多些 亚洲这边的发展 甚至乎是减少 再继续减少欧美那边的业务 这个大家看法上是乐观的 但是最终执行上是怎样 或者是否帮到 那个盈利的能力恢复呢 这个月等下一个业绩 慢慢再建真章先 所以即时对股价反映 就未必再太大 而二来就是那个派息 我们所说 虽然未来都预计 会继续派回的了 但是昨天的业绩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都一概过 派息政策 就不是每季的派 或者每季一样 就是头三个一样 就是四季多些这样的派 反而跟盈利能力 去做一个派送 这个有些的风险 就是如果打设一旦 未来的几年业绩 是突然间又是转叉 可能那个派息 就不能够保持稳定 这个就会对我们长线 做收息的投资者来计 会有少少的一个 转变性的看法 那虽然成股价方面 去到这些位置 自己刚才刚才开始说 就是短期来说 可能都比较繁复些 先来 两种人的策略 你会怎样推介 可能很多人 之前很高的时候 可能80元 那些70元都有持货 那长持收息的人 是不是可以耐心等候 那业务会不会真的有好转 那没有货的人 现在看四十多元 对比起以往的 算不算便宜呢 如果以往 对比以往来说 当然都算便宜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以现在 那个派息会改变 或者政策会变的时间 就未必或 下下来不够 弄回以前的股价 那些息子去做个推算 反而真的会看上 业务的前景 虽然今年会走最后的复苏 下年都有机会是 但是往后 始终过盈利的不确定 还是有的时间 你说没有货 我觉得这些位置 就真的不太建议再考虑 但如果本身是一直握住了 那当然了 我觉得 以业务慢慢都已经改变 甚至都相信 最差的时间 去年过去的话 那我觉得 理论上说 如果这些位置 又不需要 立即再走 或者那样东西 所以我想有货是受的 可以暂时到前面保抵住先 好 物观看着 未来的业绩 会不会继续改善 谢谢Rafi和我们分析 大航情报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正常曾经升过超过100点之后 指数随着A股倒跌下 沽压非常之大 刚才曾经最多跌300多点 现在试着日中低位附近 落到30-300点的边缘 迴近超过1% 内地股市方面 特别是深淨成分指数 和创业板指数走势较差 创业板指数跌幅到2% 深淨成分指数跌幅到1% 创业板和深淨成分指数 只有科技类股份为主 大盘股表现都是一样的 相证综合指数跌幅到接近1% 落到3600点边缘位置 那些活跃港股的最新情况 都是科技股拖着市场后腿 腾讯到跌1%跌10元 再次跌穿700元大关 美团方面落到380元以下 现时跌幅去到3% 跌着14元 夏美团也试近日的低位为止 今日的低位穿了昨天的低位 刑富基金向下跌3毫2指 跌幅1% 中移动都要跌2% 54.5毫 港交所业职前股价 都要跟随着大市 向下跌幅3% 落到537.5 中海油回吐5% 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今早油价辣辣辣辣 中海油跌幅较大 跌穿10元大关 马里巴巴243.8 跌幅1% 快手都捱沽越来越深 跌幅7% 26元跌了27元 331元位置 小米方面27.7元落到1% 比亚迪股份跌幅在半城国外 一众汽车股都是一个显着受压的格局 吉利跌半城 都是表现较差的蓝筹之一 其他主要蓝筹方面 回控都要回回接近1% 又帮跌1% 中移动港交所齐齐拖住的大市 后次去向是怎样 我们找专家谈谈 今次继续有Wafi Hello Wafi 你好 主持你好 我们要你拍些顶心丸 昨晚明明看到个美股 这样V弹法 都以为 是不是都叫做差不多 完成了调整呢 不过今天反而港股 要跟着A股下 究竟现在市场还有什么 担心放在这 这一段调整要下到多深 才能找到支持 我想这样的 当然这一下 就是这个多钟离抗 那个射法就比较急 让大家看法上 可能就真的比较差一点 但是其实大部分来说 我想你见到近几天的市场 都在上落为主 当然上落得来的波幅是比较大的 但是没办法 最主要都是在走一个 新旧经济的轮动 特别是新经济股 之前叫做升了那么多 部分的股值来说 都这么高的时间 特别这一下都是炒住 就是近期 都是持续炒住一个 可能叫做所谓 少少杀股值的因素的时间 或者债息还是比较高的情况 那这些股是比较不利一点 所以一打下来 大家是觉得比较恐慌一点 虽然情况小好像比较差一点 但其实大致上 指数方面的看法 我觉得都是一个 刚才提到的一个range 譬如你看到今天来也好 其实说真的 还在三万二百点这些位置 其实又不是一个太低的水平 说之前高位都是三万一千一百八三 都不是差一千点左右 所以我觉得调整 做一个正常的调整为主 但如果下面桌布指数支持位 看着两个位置 一来十天线 二来就大概 如果比较深一点 二万九千八 二十天线附近会关键一点 我觉得去到那些位置 应该就有机会慢慢站起来 因为始终 新经济股来说 我想中长线都是一些 大家仍然憧憬 看得乐观的板块 只不过这一转就不是太迅 那变相如果落到那些 我相信部分资金 可能重新减股份的话 其实指数有机会买回头 所以我想暂时都是大概两万九千八 上面来计算 如果比较尽点 可能三万一千一 之前的高位附近 做回目标先 所以这大概一千点 松一点 继续做回上落 会比较合理一点 是的 现在市场 每天都股股去不了的一个走势 一天升一天跌 昨天升了三百多点 那会突出来了 现在最新跌四百点 过外就是三万零二 这些位置 再次穿十天线 下一个防线 就刚刚提到二十天线 这些水平 指数当是先走上落 但有些科技股 也确令大家担心 就是那个走势 感觉上好像散散的 部分去到这些 就是关键 二十天或五十天线 现在途中全部都见红 微盲这些回得比较多 跌幅8%过外 另外就之前热炒那些 夏女股神中业的股份 例如平安好医生跌6% 中安在线 今日都要急跌5%过外 龙头那些都要穿位 跌幅1%到4% Rafia 这一板新经济股 是否像是震荡未完成 有没有说哪些 你觉得走势上 已经破坏了形态 大家可能要小心一点 其实说一句 短期的形态 整个新经济都一般 慢慢来说 只是跌多跌少的分别 但始终我觉得 看这些股份 当然有部分 可能我们在短性上落 看过后结束形态 会比较重一点 但我另外一边 会比较多一点 到基本因素 但这一转下来 就不是什么 基本面转差的情况 首先都说的 就是在中长线 其实整个新经济股 特别是龙头也好 或者甚至SARS 云业务相关股份也好 其实看法上是没有改变的 还是乐观的 只不过真的 唯独股价的股值 略言比较高 所以我们自己预期 短期可能还有整股的压力 但如果你说本身 已经一早是减了磅 或者是清了一些仓的 现在都没有什么exposure 在一些叫做 新经济股里面的话 可以再留下低些位置 去考虑吸纳 譬如刚才提到一些 可能整个 当然整个有些不同的位置 如果一统地去看指数 去看的话 譬如提到一点 譬如有机会落到三万楼下 两万千万 这些位附近 我觉得可以尝试去 可以考虑买一些新经济股 譬如一些龙头先 当然弹上低龙头先 甚至乎你认回 腾讯、美团那些 龙头得来 都是拉到一些互联网 加一些内需 消费相关的概念 这些会弹得来 是比较充分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照考虑 都是认回这些先 特别譬如三只龙头 腾讯、美团、京东 这些 我相对慢慢 中长线的看法 还是比较乐观 好 都是选择一些大的龙头股份 中长线前景还是好的 不过一些二、三线 可能感觉上 这一转的波幅是大一点 我们不如简单跟一下快手 始终它现在越高越急 跌幅到8%过外 是327元这些水平 之前市场很旺的时候 大家愿意给它一个高估值 你见它的股价 由400元流上 这样滚回来 连第一天的高位都失守 然后形态上会不会都令人担心呢 持住货家庭观众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些 必须要选择 是不是止蝕的位置呢 我想今天的势 当然比较跌得狠一点 看一看 譬如今天里面 能够慢慢站上去 第一天高的三四五楼上 如果能够站得上去收 我觉得 慢慢可以再持有下望 但如果你说 在一段时间 都好像看不到 它有一些叫做跌幅收窄的味道 或者都是维持在这些 跌小的跌幅 我会建议真的 如果高位有落货的朋友 是需要先减一下 但当然 如果你说本身还是低位 已经持有上来 或者IQO持有上来 其实问题不大 我觉得那些 反而是看着 上市后的低位去做 那些未穿 又没有5元问题 但如果你说高位 例如IQO在六楼上 去到四百元过外的渣落 那刚才提到 就可能以三四五附近 做回分水嶺 如果升得上 就问题不大 上不上就可能减一减 因为说真的 当然快手 其实中长线看法 又是一样 其实没有什么转变 业务上 不会说几天里面 突然有什么转叉 是很重要的地方 问题就是 你说股值是比较高 股价率升幅度是比较急 那你这一转 所有按下来的股份 都是一些 升得多的股价 或者股份 自然的跌幅是比较明显 还有入指数 大部分都在日前生效了 当然未来应该还有一些 但变上 即时炒作已经少了一点的时间 自然股价的走势 比较弱一点 是 因为这下股价 价着330元附近的位置增持 跌了7% 反而入了指数之后的走势 没有大家预期之中 那么理想之余 跟随着整版的新经济股 都是向下 既然新经社股股未出手时机 Rafi 你可以留意着传统版块 但也不是版本可以的 就是喜欢金属股多些 是 始终我想传统股来说 因为这一转新旧轮动 其实部分都是炒一些旧经济的股份 真是股价比较落后的一些 炒到一些偏合理 或者合理多一点的水平 但是很多近日升那么急之后 其实已经回到那些位置附近 所以现在升入场 其实有些水位就未必太大 但是反而资源股 我想炒的地方 仍然炒着经济复苏的东西 我看得比较理想 因为一来看铜价比较好 二来指金本身股价走势 尽管今天借势回一些也好 都暂时的势头不算太弱 我觉得在十天线附近这些位置 其实可以慢慢分转去 吸入一下 至于中长线来计 其实要去试高一点 比如去大概14元过外这些位置 我觉得机会是存在 今天这下就刚刚去到十天线水平 大约13元附近 最新跌幅半成 其他的金属资源类股份 都要回涂 江西铜急跌一成 国外五矿资源跌幅到一成一 谢谢Rafi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会有二栋追击 讲一下数码通 一纸镜财机消息 马上看大肆表现 港股今早高开七十点 之后转跌 跌幅超过三百点 暂时跌幅到三百六十八点 做三万零二百六十点 分类指数当中 见到金融指数高压比较大 暂时跌四百点过外 总成交一千一百三十二亿多 看看旗子表现 二月方面跌三百二十一点 三月跌三百二十三点 总成交十万六千多张 看来会有港股 排头的腾讯 今天亦是再次跌穿七百元的关口 暂时靠近日中低位六百九十元 总绝跌幅都有百分之一过外 首在六百九十四元的位置 美团方面跌近压近百分之四 中移动跌百分之二 港交所跌幅去到百分之三过外 刑富基金跌三毫路 看六至十位 快手方面急跌7% 阿里巴巴跌幅去到百分之一点六 小麦集团跌三毫 中海油跌半成过外 比亚迪跌幅去到埃近百分之六 大家关心的蓝筹股 头一只的汇丰控股 暂时跌幅去到百分之一点二 最后的煤气靠稳轻轻升幅去到两毫八 本港的二手楼价结束连续三个月的跌势 差响物业股价署公布 一月份官方楼价指数按月回升百分之0.1 至到380点至于租金指数轻微回落至到百分之0.05 新西兰维持利率不变 新西兰元先跌后回升 曾经是再创接近三年的高位 新西兰储备银行议息之后 维持指标利率0.25厘 和一千亿新西兰元量化宽松不变 强调经济非常明朗 限制商业投资和家庭消费 预计货币刺激措施要长期维持 虽然当地经济转趋稳健 暂时无需大幅加码宽松 但同意准备必要时减息 希望保持刺激措施的选项 又表明看到全球债息上升 若金融环境收紧 会调整政策回应 据报意大利批准腾讯等等 入股当地初创公司SATISPAY 路透引述消息说 意大利政府已有条件批准 腾讯和Twitter创办人多尔西 成立的移动支付公司SQUARE 入股当地移动支付程式SATISPAY SATISPAY在去年11月 举行新一轮的融资 当时获得腾讯和SQUARE 分别投资1500万欧元 公司的估值接近2亿5000万欧元 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SATISPAY 计划出售部分石油管道权益 据报中国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等 都有兴趣收购 彭博引述消息说 中投中方支持的斯路基金 基金公司贝莱德 私募基金阿波罗投资等 都提出了没有法律约出力的要约 沙特阿美正是研究各种方案 再决定邀请哪些财团提出正式要约 因为公司承诺每年派息750亿美元 但是去年油价曾急速影响到收入 所以考虑出售资产套掩维持股息 预计有关交易可能成为今年以来 最大基建资产买卖 财经消息到这里 多谢收看